在海商战争中 一种好的船舰会很影响到战场的变化 而一艘性能不错船舰所搭载的武器装备必定是不差的 而今天要讲的主角就是一个很多人都知晓的战略舰 它就是维斯康辛号战略舰 它是一艘隶属于美国海军的战略舰 由费城造船厂所制造 维斯康辛号战略舰是属于伊阿华级 战略舰的四号舰 它于1941年开始建造 在1943年正式下水 并于1944年正式服役 但是在它服役的时候 太平洋战争已经进入了末尾阶段 而维斯康辛号战略舰也仅仅是参与了一些个别的战役 例如人牙阴湾战役 硫磺岛战役和冲绳战役 其中冲绳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太平洋战场中规模最大的两栖登陆行动 也是最后一场战役 这场战役维持了83天的时间 之后在维斯康辛战略舰的协助下 美军成功登上日本 并接载完成了模坦行动任务的美军 但是战后 因为海军的经费不足以维持维斯康辛战略舰 并在建造后的第五年就退役了 直到两年后的朝鲜战争爆发 维斯康辛战略舰在1951年再次服役 并为联合国提供炮火支援 在朝鲜战争中担任炮击朝鲜运输路线 以及一些工业设施 在朝鲜战争停火后 维斯康辛战略舰前往大西洋 参与了主转横锁行动的北约海军演习 在维斯康辛号二次退役前 还发生了一舰船舰碰撞事件 维斯康辛号和一艘驱逐舰相撞舰手部位 受到了严重的损坏 当时海军只能将还未完成建造的肯塔基号舰手拆除 安装在了维斯康辛战略舰上 而身为伊阿华级战略舰的六号舰 也因种种原因建造计划被取消 并在1958年除籍并出售拆解 而在同年 维斯康辛号装上了他的舰手不到两年时间 又一次被宣布退役 而这次退役经过了长达23年的沉寂 直到1981年的时候 美国总统提出的600舰队扩军计划 维斯康辛号战略舰才重新修复 而600舰队扩军计划 是为了扩充海军力量来压制当时的苏联 这次威斯康辛号服役前 还经过了大规模的现代化升级修改 在其上面装载很多当时先进的武器 例如装载8座四项型战斧巡航导弹发射器 这种巡航导弹是一种长程 全天候短翼次音速巡航飞行导弹 它由1972年由通用动力公司所研发的 战斧巡航导弹是采用模块化设计的 导弹的前端是导引系统模组 在这个模组后面是两个前端弹身配载模组 这个模组可以携带燃料或是一些其余的弹头 而第三段是弹身中段模组 是主要的燃料与弹翼的所在位置 其后是弹身后段模组 在这里面有延伸自前方模组的主燃料箱 发动机进机口 其后是动力模组段 也就是发动机所在的位置 另外它还加装了四座密集站进防武器系统 这种进防武器系统广泛用于美国海军的各级别水面作战舰艇上 它是一种反制导弹的武器系统 最早是由通用动力公司莫纳厂开始制造的 之后交付给雷神公司制造 这种进防系统可以进行全自动防御 只要给予目标资料 它就可以完全靠内部的雷达搜索 追踪并对目标进行威胁评估 之后进行锁定开火 它的快炮的炮口可以达到每秒126度的进行转向 在正常情况下可以在1.5秒内锁定目标 这款密集阵进程防御武器系统在之后 还经过多次的改进产生出不同的型号 这款武器之前我们有所讲过 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而威斯康星号战略舰的主武武器 还是三门MK7型16寸50倍晶舰炮 这也是爱荷华级战略舰的标配武器了 原本这款舰炮也要装备在蒙大级战略舰上的 但由于当时美国将计划建造大量的航空母舰 两栖登陆舰和其他的反潜作战舰船 为了腾出一些造船台空间和资源 就将蒙大级战略舰计划全部取消了 而这种大口径舰炮也就成了爱荷华级战略舰的标志了 而身为爱荷华级战略舰的4号舰船 威斯康星号也是必备的 这款MK7型16寸50倍径舰炮是由梅斯塔机械公司所制造 让我们看看威斯康星号战略舰的主炮数据 它的炮身重量约为122吨 炮身长为20.73米 内枪长度为20.32米 它的射速是每分钟两发 而射程可以达到38公里 炮口出速可以达到每秒820米 MK7型舰炮主要使用的是Mk8超重型穿甲弹 威斯康星号战略舰的三座独立火 各炮管都能够独立的装填升降与发射 并且还配置有光学测距仪 弹道模拟计算机与射击控制器 这样的配置是为了能在船舰射控指挥通信系统遭到破坏时 舰炮还能依靠自配的装置人船员进行控制发射 这就大大保证了火力的输出 而经过这次现代化的改进升级后 1988年威斯康星号服役并在大西洋开始执勤 在1990年的时候还参与海湾战争 威斯康星战略舰被派遣到波斯湾 为登陆的陆战队提供炮火支援 并且还负责轰击伊拉克的军事设施 但是参与这次任务后的次年 威斯康星号又被宣布退役 并在1955年的时候出击 之后又经过海军上层的商议 要保证海军至少保留两艘一阿华级的船级 于是威斯康星号又在1996年重新列入船级 并在2001年威斯康星号在博物馆展示开放参观 但是海军依然拥有舰体的控制权 并且海军依然要维护保养威斯康星号 需求是它在必要时能迅速的修复并重新服役 而现在让我们看看这个曾经海上坦克的技术参数 威斯康星号战列舰的标准排水量为45000吨 而满载排水量为56270吨 全长大约为296米宽为36米 它的最高速度可以达到33节 而说它是海上坦克 是因为它的护甲在当时非常强悍的 装甲防护上它采用拼接式装甲防护 闲侧主装甲带与主防雷装甲是相互相接的 该装甲的厚度为307毫米 而水平装甲的厚度为222毫米 还结合了多重隔舱结构 用来防护水下的鱼雷 而在当时普通的导弹是根本打不穿的 只有一些威力较为强大的导弹 才能对其造成伤害 但它肯定也不会主动让你打的 也会进行反击的 在它强大的火力面前 一轮骑射就能给敌军打煤 就如在1952年的时候 威斯康星号遭遇了它第一次 也是服役以来的第一次的直接火力打击 而威斯康星号战略舰直接一轮骑射 将攻击它的炮台从地平面抹去 从这儿也看出了威斯康星号战略舰火力的强悍 虽然伊阿华级战略舰退役了 这也是历史和时代不断进步所必然的 毕竟现代主要的战力是航空母舰 并且还有一些强大的巡航导弹 而威斯康星号这种战略舰在现代已经不能独自面对了 不过伊阿华级战略舰也是当时最著名的战舰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问题 欢迎打在下面的评论区和大家一起讨论 如果想了解更多 别忘了给一个关注 要是能顺便点个赞就再好不过了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 感谢大家观看 再见 再见